民进党征召立委参选人张美慧 星期天的上午是来到了重庆市场拜票 以团结挺台湾决定新花莲为口号 向市场摊伤和采买的民众来很拖 希望可以争取支持 而张美慧的拜票行程 也让花莲民众对明年的大选 开始有了竞争的紧张气氛 团结挺台湾决定新花莲 美慧美慧美慧 东帅东帅东帅 民进党征召立委参选人张美慧 星期天上午前往重庆市场拜票 以团结挺台湾决定新花莲为口号 向市场摊伤和采买的民众肯托 希望可以争取支持 美慧这次要参选2024花莲区域立法委员 所以在这段时间就开始的 跟大家拜访跟大家拜会 那当然来到人多的传统市场 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来这里争取这里的摊伤 还有采买的乡亲的支持 所以今天很多志工就陪着美慧 我们一起来告诉大家 张美慧要竞选立法委员 要恳请乡亲支持 那请乡亲让美慧进入到国会 能够为乡亲做更多的服务 张美慧一定是一个看得到 找得到做得到的立法委员 拜托大家支持 不少民众看到张美慧到来 也热情的上前为他家要打气 而张美慧的拜票行程 也让民典的选战 有了逐渐加温的紧张气氛 借吕慧欢迎市报道